好,現在我們來做壽司吧 你看看壽司包 你看看裡面的質地 一絲絲,一絲絲的 壽司包要這樣才夠正的 各位網友,各位觀眾好 又是我朱sir 話說兩個星期前 教大家做了一本日式壽司煉奶包 很多同學都有試過做 效果當然非常非常棒 如果未玩日式煉奶壽司包 可以參考我這條影片 裡面有一個比較詳盡的食譜和做法 未試過真的要試 是網紅產品 我們今天玩甚麼呢 我們今天也是玩壽司包 我們今天玩壽司包比較台式風味 古早味的台式壽司包 我們一會兒會將一個混合好的麵團 做好形後 我們會放到18x18cm的模具 這個麵團的水分比較高 如果是手叉的同學 應該要自己儘量減少水 如果用廚師機同學 可以嘗試一下 在麵團放好一點水分 做出來的效果是非常不錯的 這個產品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本身古早味的壽司包 已經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我們還要在表面上鋪滿芝士 然後擠沙律醬 灑蔬菜粉等等 所以整件事是完全完美的配搭 好 今天事不宜遲 到底古早味的壽司包怎樣做 我們現在就去片 我們現在開始了 這裡是用北海道麵粉 高筋麵粉 上白糖 55克 蛋白 75克 鹽 4克 內膏糖酵母 4克 全汁奶粉 12克 全汁奶粉 12克 牛奶 所有材料初步混合 牛奶 所有材料初步混合 麵團初次成形後 這次大約10分鐘後 麵團大約10分鐘後 薄膜已經初步形成了 不過還要點爛 現在加入牛油 記得用無鹽牛油 無鹽牛油 50克 大約18分鐘後 現在看看麵團質地 便可以拉出薄膜來的薄膜 便可以拉出薄膜 便可以做成第一次 先進行 把麵團擠在桌上 便可以修飾成圓形 先把保鮮膜封上 做第一次發酵 麵團發酵了一倍 灑適量手粉 先把麵團倒出來 先把麵團分成六份 當然要把麵團放在榜上 秤一秤 先把麵團分成好的麵團 先把麵團收拾一下 然後放一點力量排氣 然後把麵團收口向上 用滾 一上一下 先把麵團分成薄 然後輕輕地由上至下卷下來 把麵團放在尾上 收好 輕輕地搓拌均勻 避用 做好麵團 鬆弛15分鐘 麵團鬆弛15分鐘後 把麵團放在這裡 再拿出來 把光滑的麵團向下 麵團可以滲適量手粉 再拌一拌薄麵團 麵團的長度大概是35cm 然後我們只用四隻手指 做兩個V字 由上至下這樣 把它按下來 好 完成 好 接著我們把麵團放在18x18的模具上 好 接著我們把麵團放在18x18的模具上 好 接著用一個膠擦 給力量抹 好 大概抹了12塊 好 然後蓋上保鮮紙 進行第二次發酵 麵糰已經炒到八成 塗上雞蛋 全蛋液 製作個人喜好的芝士 可以沾些沙律醬上去 嘩 自己做的芝士包 加芝士多度 像芝士海一樣 現在進入了 麵包出爐了 放少許適量紫菜粉來裝飾 好 我們猜到手撕芝士生就完成了 好 我們現在來手撕它 嘩 看看手撕包 嘩 看看裡面的質感 一絲絲 一絲絲的 手撕包要這樣才夠棒 我們等它來看看 看到了 多綿綿 多幼細 這樣撕開一條吃 才會過癮 嗯 綿密 表面怎麼吃 表面當然 又是這樣撕開一條吃 這樣才叫做手撕包 嗯 聽不聽到芝士 嘩 嘩 嘩 多脆 有點沙醬酸酸 一流 那 又看完一個影片示範 是不是有很多款式呢 那 本房試試做吧 我覺得這款產品 一定會成為了 你家中的 其中一款必做的麵包脂 好 今天分享到這裏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 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下次我會再分享其他東西給大家 Bye Bye 來 さあ 先來 見 見 點兒 有節儂 有節優 不喜歡